來看一下啦 那影片的部分我放在Youtube上面喔 回去的話還是盡量再複習一下 上禮拜其實有補充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個 聊天機器人喔 TrackGPT部分 當然目前聊天機器人主流不是只有TrackGPT還有Google 可是Google好像看起來 我比較了一下好像是現在比TrackGPT稍微弱一點喔OK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他慢慢激起直追吧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很OK 所以我未來如果說你有些程式 或者是上禮拜我覺得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有一些那個什麼我們原來的一次有的公式喔你要把它轉成VBA 那你如果不會寫的話喔 其實呢 可以透過TrackGPT幫你轉喔我覺得這件事情喔TrackGPT做的 其實算不錯了啦 他基本上有幫我們寫出來有沒有本來我們那個路接到那個函數一串 算我們用了三個函數嘛 Find Mid 跟ifl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說真的啊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VBA喔如果你VBA 程式假設不在行的話說真的你要自己寫還真蠻困難的 不過呢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 那個公式喔貼到那個TrackGP裡面有沒有 他會自動幫你把它轉成那個VBA程式喔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就已經很好用了 為什麼因為 以前如果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出來喔 其實說真的你沒有一定的功力喔說真的你還沒辦法把那個公式喔轉成VBA 但是有的時候你說老師那我幹嘛又轉成VBA因為 前面講過嘛如果你用公式的話第一個喔你變成每一次都要下假設資料又更新的你要重新再來下一個公式 哇那公式很冗長耶 因為你今天記得明天可能又漏掉哪些地方你可能又要再重新再來一遍 而且這麼長一串喔說真的直接放在那一行裡面而且不要做錯喔 我覺得這也是蠻難為要寫公式的人啦所以有的時候反而越長的公式喔 反而比較建議你乾脆寫VBA算了 OK而且將來你還可以執行反正執行他就可以run了啦 那這件事如果你不會的話沒關係啊你可以藉由那個TrackGPT幫你做一些 前置作業 但是呢他也不是說萬能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好像 輸入這個需求之後喔得到的結果好像都會有一點點的地方 需要做一點修改比如說他那個工作 表 的名稱有沒有他好像 奇怪就是會 有點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你看得懂的人你馬上改一下其實就過了但如果你不會連看不懂的話 那即便他已經幫你轉換了 你還會還是覺得 這沒辦法用OK 那其實也不是沒辦法用就是你要自己看懂 OK另外的話呢他可能給我們的話其實就是 大部分會給的是一個方選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又多教了各位一個叫方選的概念 那這個方選其實你說重不重要啦 其實如果比起Sub我是覺得 比較少用啦 可是問題是TrackGPT給你的 大部分都是方選 為主 所以怎麼辦呢 好至少來學一下吧所以上個禮拜東西啊我是覺得 難度其實 有那麼一點高啦OK所以 在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去做一個使用 我覺得還是要多練習 比如說像前面講過我們做過Sub的你是不是可以再轉成方選也可以 那方選跟Sub最大的差別應該 有概念吧 對 Sub的話一定是回圈 然後一次幫你全部做完 那方選的話有點是先輸入到那個儲存格 那你用 填滿 快點兩下 自動幫你填滿 所以回圈部分 就是變填滿幫你完成 OK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差異點 另外的話方選 他可能就是變成說在儲存格裡面用 那變你一次要執行一個 執行一個 那Sub的話不一樣 Sub反正你可以好幾個程式可以串在一起 一次可以多個 執行 所以比較起來啦 當然如果以實際實務面來看的話 相對的Sub其實會 比較好用一點 OK 所以這個上禮拜 特別講到的部分 最後其實有回到我們那個 正題就是說 把那個樞紐分析 表 有沒有 在左邊 圖的話在右邊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那其實 主要就是你先錄製 那錄製的話 其實 座標 有沒有 它的Labs跟Tub 先不要 先給它 你不要移動它 因為你移動 你們也可以移動 錄製的時候移動看看 對它會錄一大堆的程式 那寬跟高你也可以去調整 也是一大堆 可是問題一大堆就算了 那些將來你要拿來用 它還會亂跑 就很麻煩 所以倒不如怎麼樣 你最後自己加 四個參數 那四個參數其實 也沒有複雜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知道關鍵的 就是那個 關鍵點 OK 對所以有的時候學程式 上禮拜這邊有提到 就CharGBT的程式嘛 就是把那個關鍵的地方找到之後 然後呢 再去 修改一下 其實問題 就會很快解決了 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這邊樞紐圖 那這邊的話就是 會得到 這個 有沒有 然後 總共有四個啦 一個是Lapt 有沒有 鬥點Lapt 就是它的 哪一個 儲存格的 左邊那條線 然後 Tub的話 是 上面那條線 所以 左邊那條線 跟上面那條線 有個交 會的地方 就是 將來那個圖 放的 左上角 OK 所以喔 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以後如果你要放多個圖 放在同一個 工作表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這個大概衍生性 我覺得 另外的話 多寬 多高 其實 當然我們這邊 因為喔 如果你自己要給一個數字 比如說你可以給500 你應該試試看 可是500多寬 你畫出來 太窄了 你可能要再變600 那你倒不如以 一個儲存格為基準 那我把它 在後面再乘上10 就是它的這個寬度 乘上10 就對了 所以你們可能要記 記一下 高度的話是點height 然後20個列 的高度啦 OK 然後這邊的話主要就是根據儲存格的四個屬性喔 所以它的left top width 跟height OK 這樣子OK 所以你錄製據習 重點就是 自己再加上這個東西 就完成了 OK 這上個禮拜 的重點 那最後的話 run出來結果呢 應該就會有個樞紐表 跟樞紐圖啦 當然呢 那個 折線圖 可以這樣做啦 那當然另外我們有個比例圖 然後也有一個直條圖 其實這個後面就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練習了 所以今天的話呢 那也許喔 我們再來看別的題目啦 那當然這個 複習一下 不過上個禮拜的真的是 難度比較高 那假如說啦 你 我剛剛講的喔 你還是有點一頭霧水 也沒力了 就是還是 好像是懂非懂喔 我是建議你回去 自己再複習一下啦 因為 這東西真的太花時間了 但是如果你會的話啦 以後就可以節省你的時間 那有點像你前面願意花一點時間 你後面可以省掉非常多時間 我覺得這個時間投資 是值得的啦 OK有的時候真的還是要先 先學一點東西你再來做 而且簡單很多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複習一下 所以影片的話 在這邊 右下角其實也都有 我把我自己錄進去了 OK 所以 剛我要把它喬一下那個角度 然後 大家觀看的次數其實也 還OK啦 只是因為 大家上班 下班直接過來 其實比較辛苦啦 所以回去的話 當然 可能在自己再複習過吧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別的題目好了 因為 再來的話請各位呢 再幫我開啟那個 範例 你們的範例檔案裡面 那我這邊的話 範例 開一下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先開 後面的好了 因為前面這些比較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數學函數的這個類 裡面的話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黑名單篩選的這個範例好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有關資料的查詢和比對的一個範例 那如果說今天假如你們打開之後呢 這一題的邏輯蠻簡單的 黑名單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 可能 駭客或者說他可能這個帳號不能讓讓他 這個 就是註冊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的話總共的話有三個工作表 那第一個工作表就是要查的 比如說呢 你們老闆 你幫我查一下 這個email有信箱 他是不是黑名單 如果是的話呢 你在旁邊也許加注一下 是 是 是的話是yes 不是的話是no好了 反正就旁邊加注一個欄位 是不是 OK 那或者是說啦 其實在 那個 那個電腦的世界 是跟不是的話 是的話就1 不是的話就0 是的話就是 有找到嗎 OK 找到一次以上的話呢 都是 都是True 如果沒找到就是0 所以特別注意 在Excel或者是城市的世界裡面 True就是 1 所以 可以用1來代替True 然後可以用0來代替False 有沒有所以喔 其實前面我們不是寫過很多程式 等於 像我們之前不是有一個關掉 等於False 其實你等於False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等於0 那程式一樣可以run 沒問題 這個概念的話呢 不是只有 在Excel 你在其他語言裡面都OK 像Python也是一樣 1 就是True 0就是False 當然你會看到 像我寫的程式習慣 我都會習慣用 我都會寫0 我不會打False 也不會打 E是True 主要原因是因為 為什麼 都應該可以猜錯了 因為 0跟1 就一個字 True跟False 就五個字 OK 所以 長短 當然看起來 簡單多了 所以這個概念可能要知道一下 好那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黑名單 那以前的做法 當然 不要傻傻的 就是你怎麼比 以前 這個其實是一個同學問的問題 他說老實我每天都要查一大堆資料 那我說你怎麼查 他跟我講說 先Ctrl C 然後呢 再切到這邊來 然後 Ctrl F Ctrl F就尋找嘛 然後再Ctrl V 然後再尋找一下 有 那表示 4 黑名單 所以在那邊填上1 OK 那下一個 OK然後 Ctrl C Ctrl V 然後 Ctrl F Ctrl F 然後Ctrl V 然後再尋找 哇 我說那你 那我說你資料有多少 Ctrl向下 1000 OK 那你說做多久 說他下班還做不完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資料其實不只是1000 Ctrl向下 15000多 這個是他給我的 我說那你這個範例 可不可以提供給 給我 他說OK啊 這個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拿這個來當 一個案例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真的連找那個 資料比對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變成說很浪費時間 你用眼睛去比 那你絕對比不完 比到下班 而且資料少還可以慢慢比 資料多 我跟你講 你比到什麼時候 你根本不用下 而且你今天比完明天還在比 太累了吧 OK 還有呢除了說找有沒有黑名單 其實這個延伸出去 可以 像新舊資料比較 有沒有常常你有新資料跟舊資料 或者好幾個版本的資料 到底差在哪裡 OK那你怎麼辦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對的方法 你只能用眼睛看 或者把它排序一下 然後兩邊這樣喬來喬去喬來 資料一樣 小量資料OK啦 但小量資料也是很煩 光做這件事誰會喜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你就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你只要 會用到一個函數 我是覺得 這函數非常重要 這個函數的話 系列的 系列的 類似的函數 第一個函數叫 Count 有沒有 就是 它會算說 你給的範圍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所以重點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用Count的話 記得 裡面的資料一定要是數字 它才有辦法幫你加1 Count的話其實就是 算數量的 有沒有 算幾個的 Count 所以就算 那另外的話還有Count的A Count的A的話就是算 非空白 非空白意思說也不管說是數字或文字或者是其反 只要那個儲存格 對有 就加1就對了 Count的Blank當然相反 相反是非 應該是Blank是空白的 剛剛是非 那Count的話就是說 除了算之外 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幫你算完 那個範圍之內有沒有那個東西 有的話有幾個 有幾個 所以它 幾個會幫你算完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用Count的A很合適 因為 Count的話剛好就是 你幫我找這個條件在那個範圍裡面有沒有 不過它參數剛好顛倒 那個範圍裡面有沒有那個參數 OK 底下的話有個Con if S 其實顧名實際上S的話就是多條件 因為Con if是一個條件 如果你有多個條件 比如說你要符合條件1 也要符合條件2 那你就可以用Con if S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其實這蠻好用的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連用都沒用過 難怪你事情都做不完 OK該會的不會 那真的就很麻煩 而且你會發現是有裡面很多函數 應該會 卻不會 還有一些方法 該 會不會的話 那真的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 另外的話 使用函數 真的就是不要死背 不用背 最重要是你要看下面 其實我一看我大概知道怎麼用 還有呢 它底下會告訴你傳什麼參數 兩個參數 只是 只是我覺得它參數名稱 比較不友善就是都是英文的 當然這個英文你慢慢習慣它 我是覺得看久了也大概 大概就習慣 Range應該知道吧 範圍嘛 那這個criteria是條件 OK所以你 以後很多地方會看到什麼 什麼criteria 給就是給我一個條件的意思 OK好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知道是不是黑名單 很簡單 按確定之後 Range給它 那條件我們可以先下 條件就它啦 這個email在哪個Range 在跨工作表的黑名單 所以 如果跨工作表 我是建議 最好用第一名稱 如果你不第一名稱前面有講過吧 沒有嗎 第一名稱 所謂的第一名稱 就是那個 那個範圍你可以先給一個名字給它 也就是這個範圍你就叫這個名字 那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配合那個F3的快速鍵 它會給清單用選的就可以了 會比較OK 我先做非 定義名稱的方法 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我是覺得很容易做錯 因為第一個 你必須先切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點擊這邊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工作表名稱加驚嘆號 OK你們可能要看一下公式 第二個的話就範圍 範圍的話就是從 A2 然後一直選到下面 那因為底下總共兩萬多個 所以你千萬不要點住往下拉 因為如果你點一下往下拉的話 你兩萬多你要點到什麼時候 兩萬多 我看 沒有這個三分鐘應該沒辦法 而且你還要聚精會神 你還要注意 因為它隨時可能會出現到最下面 然後如果你超過了又要再拉回去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有必要先放A2嘛 那個快速建議記得吧 Ctrl shift向下 對這樣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又點了一下 所以它常常會造成一個錯誤 黑名單 驚嘆號 黑名單 驚嘆號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 check到 這個 它等於是多了 那怎麼辦 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只要它規則是正確的 得到的結果也會是正確的 可是 還沒結束 你如果按確定之後 因為你等一下還要做一件事 因為你要查全部的嘛 所以你會向下填滿 可是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黑名單這個範圍怎麼樣 對要鎖 鎖的話 因為向下填滿我講過啦 只要鎖列就好了 然後你藍跟列都鎖 沒關係 只是說你鎖藍 沒意義啦 因為你根本 不會向右填滿 所以 記得 在A2的2前面加一個前輪符號 然後在A2的22223這邊加一個前輪符號 就鎖住了 鎖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OK 那個A前面不用鎖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不會向右填滿 所以 你沒事 還加上 當然你加也不會錯啦 只是我發現很多人好像反正都兩個都加 因為F4按下去就兩個都加啦 那沒有關係下 你F4你可以按一下的話是加一個嘛 按一下是全加 你再按第二下就 就只有列啊 那你再按一下變藍啊 然後再按一下就取消啦 OK所以其實你可以按兩下嘛 那就OK了 我是講究是精確啦 因為你說老師那我藍列都鎖 這樣反正確保一定正確 可是我跟各位講有的地方只能鎖 列不能鎖藍 你鎖的藍反而錯 很多地方是這樣的狀況喔 所以你一定要真的了解 什麼時候 只能鎖列 什麼時候只能鎖藍 什麼時候藍列都要鎖 OK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沒這個概念 我跟你講很多地方就出錯了 看起來沒什麼 但很重要 另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如果我們是跨工作表的選取 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他還要一個工作表名稱 還有那個範圍還要鎖定 所以我建議啦 你這個地方喔 建議是 用定義名稱的方式來做 待會我會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們先試試看用這個方法 按確定 然後 快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幫我全部查完了 也就是說呢 他針對這個清單裡面的1000筆資料 他就幫你全部兩萬多個 黑名單就全部比對完了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喔 當然只要是1的話呢 就是黑名單 那0的話就不是 所以最後的話當然你會希望說 留下1 0不要 的話 那你大概幾個方法 你說老師那我用排序 排序也可以啊 力道A有沒有 游標放B1有沒有 力道A 就是會幫你把1的部分排前面嘛 0的排後面 那你再把1空過去也可以啦 不過 可是 另外一個方法用篩選可能會更好 游標一樣放B1 篩選 這邊有排序嘛 那排序的話 並不會把0去掉 可是篩選的話就會喔 篩選的話呢 他就會把你要的條件 比如說你要1 不要0 那你可以把全選打勾取消 只打勾0就好了 打勾1啦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他就會把 你不要的條件喔 通通隱藏起來 其實他不是把它刪掉喔 他其實是把他的列高 變成0 所以他其實還在 只是說他藏在裡面而已啦 按確定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23456 中間這邊 有沒有發現其實 7到104 其實還在 他只是躲在哪裡呢 躲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把那個列高 再把它拉高啦 其他就出來了 有沒有 控制一下 當然你要取消就把篩選取消掉就好了 其實篩選 還蠻重要的喔 所以如果你不會篩選說真的喔 你就不會 等於你很多功能都不會啦 因為篩選等於是 有點像資料庫裡面的查資料 都可以用篩選 篩選很重要 OK喔 所以喔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會有一個漏斗的形狀 表示 他正處於篩選狀態 那如果你假設要恢復的話很簡單就把篩選再按一下 他又恢復了 那我們接下來怎麼樣把查詢結果coco 很簡單 就是把游標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把這個範圍C 然後再 切到查詢結果把它貼過來 那結果我們就有了 查詢名單有沒有 這件事情就做完了 所以其實還蠻輕鬆的吧 OK喔 如果你會 最後記得把篩選狀態 恢復 怎麼恢復呢 再點他一下他就恢復了 OK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這個地方他要恢復正常的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我把重點 提示一下 先用conif的方法 OK然後呢條件就是指的是這個 然後呢切到黑名單裡面去找啊記得要鎖 然後向下填滿之後 再利用篩選篩選記得游標放B1 按篩選 然後把結果coco過去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 沒問題 好嗎 你 should在家裡